張家添坦然不應標籤年青人做廢青 張家添日前就出席十大結出青年選舉的記者會 對於年輕人被指廢青 他認為現時的年輕人不是不努力 而是拼搏了到不一定有出頭天 而他亦鼓勵年輕人要團結 而且積極面對將來 因為未來始終掌握在他們手上 老老實實,今天香港是否你努力就行呢? 其實我覺得to be fair 現在年輕人不是不努力的 只不過他們會覺得我努力了又如何呢? 因為有太多既得利益者 而他們既得利益者就是所謂既得利益 但是他們不斷打拼得到些甚麼呢? 我覺得這個其實是一個社會問題 所以我覺得我們不要說他們廢青 而告訴他們 你們相對來說沒有以前的年輕人那麼積極 但是我們要更加團結 因為香港的未來始終是他們手上 此外,張解天又表示 不應該標籤年輕人為廢青 因為這樣標籤了他們 會令到他們永不翻身 對他們很不公平啊 今天仍然會有十大傑青喘出來 我不相信這班十大傑青會順利過以前 只不過今天整體氣氛來說 的確是差了一點 香港的前途又的確是好像暗淡了一點 這個我覺得是to be fair 但是你叫他們廢青的話 你便要標籤了他們 標籤了他們 那麼他們便會永不翻身 我覺得不公平 好 那嗎 對了 這邊